好 接下來方辰老師來介紹的是二字一 二字一講到的有三個重要主題 一個是邏輯 第二個是集合 第三個是技術原理 那我們一開始先講邏輯 邏輯一開始要講之前 我們要先講到它的敘述 什麼叫做敘述呢 就是一句話 或者一句 它可以判斷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對的還是錯的 那這個就叫做敘述 那譬如說這個台北在台灣 這件事情是真的 所以台北在台灣就是一個敘述 那譬如說這個台北在美國 台北不在美國 所以這件事情是錯的 那它也是一個敘述 所以這兩個都是一個敘述 但是一個是對的敘述 真的敘述 一個是錯的敘述 這是未的敘述 可以判斷真偽 可以判斷真偽 或者叫做對錯 那名句就叫做敘述 那譬如說這個方正老師是超級大賽科 這件事情大家都認同了 可是雖然或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同學認同 但是也有百分之一的同學不認同 是百分之九十九不認同 好了 反正 就是有些人覺得這個方正老師是很帥 但是也有一些人認為就一點都不帥 那所以這件事情啊 說方正老師是超級大帥哥 這些事情 你沒有辦法判斷它是真的 是對的 還是錯的 那沒有辦法判斷呢 它就不叫做敘述 你了解嗎 可能在國文的一句話就叫敘述了 但是你在數學上面 我們有一個嚴格的定義 就是你可以判斷是真是假 這個才叫敘述 那你沒有辦法判斷的 個人主觀的 這個就不叫敘述 這個東西很美嘛 那這個美是一個每個人主觀 所以這個就不叫敘述 真的了解嗎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第一題 范立英言他說啊 判斷夏列是否為敘述 如果是敘述呢 判斷他是真的還是假的 好 第一個 紐約在美國 這當然真的啊 所以這件事情是對的 那所以它是敘述 它是敘述 而且它是真的敘述 這件事情是對的 好 第二個呢 他說三角形這兩邊長 它的核會大在第三邊 這個我們也知道 一個三角形兩邊之核 走得比較遠 一定會大在第三邊 所以這個也是對的 那可以判斷對或錯 所以它也是敘述 是敘述 但是它是一個真的序述 那也是一個真的序述 好 第三個 他說根號二是游里數 根號二應該是五里數吧 對不對 應該是五里數才對啊 所以它是不是敘述 是喔 它是敘述 但是它是一個什麼敘述 為了敘述 為了敘述 假的敘述 對不對 是敘述 那它是一個 為了敘述 是假的 是錯的 好 第四個 101是直數 好 101是不是直數 那我們應該從 比較小的直數開始 去檢驗它 看看不會整齒 不會整齒 那它就是一個合成數 那如果都不能整齒 比它小的不會整齒 那就是 直數 但是其實有另外一個定理告訴我們說 你只要找比根號101 還小的直數 去測驗它就可以了 好 如果 比根號101 小一等於根號101的 去測驗它 它都沒有辦法整齒 那它就一定是直數了 好 那這個定理 我們後面再講 我們先來 假設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來先來判斷 好 那根號101 因為根號100 大概是10嘛 就是10點多 所以你只要啊 測驗到 你這個10點多還小的直數 它都不會整齒 它就是直數了 你10還小的有 2啦 3啦 5啦 7啦 沒有了 所以你只要測驗這四個 這四個 如果不會整齒101 那101就是直數了 好 那你就不用 這個後面還有什麼37 多少 那都不用 這些比較大的 這些都不用 再測驗 好 那都不用再試驗 那我們就來速度看 101當然不會被2整齒 3 它加起來 沒有什麼3和倍數 所以它也不會被3整齒 5 它後面不是李柏 5當然不會被5整齒 7 好 101就終於7 看看 7、7 剩下31 那它也不會整齒 好 所以顯然 這四個都不會整齒 所以呢 101呢 它就是直數 這件事情是對的 所以呢 這個就是 是的 它是直數 而且這個敘述呢 也是對的 好 它 它是敘述 它是敘述 而且它是第一個 對的敘述 正的 好 到這邊 安全門 來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